从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一向对自己异常的自信,曾多次在推特上发文炫耀自己的政绩,而在2020年,美国将再次迎来新一届的总统选举,特朗普对此也是自信满满。 早在今年激烈特朗普就曾表示,有意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以争取连任,并狂言表示对手阵营没有出现,有能力击败他的人选。 但是这次,特朗普怕是真的自信过头了,不仅老对手们陆续付出,而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的对手也出现了。 离2020年的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了。 但如今的特朗普日子却并不好过,美国民主党人纷飞现身借机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了。 早在今年8月初,一向低调的奥巴马,就已经正式现身开始为民主党站台拉票了。 奥巴马宣布为多达81位民主党候选人背书。 与此同时,近日,奥巴马再度发生,一周内两次公开批评特朗普。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3日,奥巴马再恶害俄州卫州议员候选人理查德·科尔德雷·Richard Cordray在台时发表演讲,痛批特朗普行为疯狂。 还指的共和党帮批特朗普疯狂行为,从2017年1月正式卸了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一年多来一直都很低调,但是这并不影响奥巴马的影响力。 其在美国仍然受到很多人欢迎,与此同时,同为民主党站台的还有特朗普的老对手希拉里。 近来希拉里也是格外的活跃,去外媒报道,希拉里9月16日撰文,大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趁,特朗普和他的亲信做了太多卑鄙的事情,以至于都难以进行追踪。 而这句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希拉里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谈道,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在经历前所为有的危机。 同时希拉里呼吁美国人要利用好中期选举,拒绝总统特朗普的独裁主义倾向。 再过一个多月,特朗普将面对任期内的第一次中期选举。 而建兰·奥巴马和特朗普老对手希拉里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批评言论,对特朗普来说无疑非常的不利,不同于普通的公众人物。 奥巴马和希拉里两位堪比明星级的公众人物所带来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当然,除了11月中期选举,可能面临的挑战之外,特朗普在接下来的2020年美国大选,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特朗普曾在今年7月,表示,有意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以争取连任。 并狂言表示对手阵营没有出现,有能力击败他的人选。 但是如今,在公众看来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的人选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前纽约市长彭博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 据外媒周四9月13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着,前纽约市长,亿安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准备以民主导人的身份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令人美国总统,李克人财富最多的一位。 具体数额有不同版本的估计,在今年3月份福布斯法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亿安富豪榜中,特朗普最新的净资产,大约为31亿美元,但是他本人曾表示资产超过100亿美元。 当然了不管是31亿还是100亿美元,和布隆伯格比都远远比不过。 作为彭博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克是移民资产,高达509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所以在外媒曝出布隆伯格准备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消息后,市场大为一惊, 这位极有钱又有财的候选人,无一竞选总统,的成功率非常的大。 不少人都觉得特朗普的对手终于出现了,布隆伯格确实有失利和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比从政经验,布隆伯格可是担任过三届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市市长的人。 在很多美国政客眼里,纽约市市长这一职位,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另一个宝座。 而论财富,布隆伯格也是远远超过特朗普。 而论人气,布隆伯格可是深受美国公众的一致好评,可以说以上三项对比特朗普可谓是完百。 如今,不知道特朗普还有没有底气在说出对手阵营没有出现有能力击败他的人选这句话。 关注汇通网,解码国际财经背后的财富密码,大事件,小逻辑,原来财经竟然这么简单,汇通网作品。 本来不得以任何形式拆编或转换视频,音频等,为者必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